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歌唱舞蹈蹲鬧玩游戲 Honey Honey 咕哩咕哩 玩满玩玩樂 學習好開心 熱鬧鬧鬧來 猜一猜 無用問題不能夠解釋 跟我提供手 交換個遊戲 早早到晚都充滿火力 MOMO 玩完了 開心 首先 先吸氣 太陽出來了 吐氣 太陽上山 最小最小 再變大 吸氣 再吐氣 把氣吐光 太陽下山了 好 來 月亮要出來了 彎一彎身體 來 換另外一邊 好 來 往前面壓一壓 好 來 往後延伸 現在一起走一走 大變成小鴨 抬抬腿 換一邊 兩邊都要 再一次 走一走 大夥要變成跳起來的小鴨 很棒 好 來 壓一壓腿 嘿咻 嘿咻 來 換另外一邊 好 準備 手插腰 小朋友 做完了暖身操 身體有沒有暖活了啊 有 太好了 那現在就跟著我們 還有MOMO一起 玩完了 Yeah Yeah MOMO愛跳舞 如果我有一間糖果屋 我會邀請所有的小朋友們 一起來玩 那MOMO你呢 MOMO想要在棉花糖做的床上打滾 感覺好好玩喔 MOMO 那小朋友們 你們想像的糖果屋 又長什麼樣子呢 現在我們就來唱跳這首 《糖果屋》 《糖果汁》的浴缸 《糖果汁》的浴缸 我會不會煮牙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被腰趴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被腰趴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被腰趴 我會不會被腰趴 一起玩遊戲 小朋友 來玩遊戲 Yeah 太好了 又到了 檸檬哥哥 最喜歡的 遊戲時間 我先來觀察一下 今天要玩什麼遊戲呢 我知道玩什麼遊戲了 小朋友 糖果姐姐 因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今天要玩的遊戲 就是 墨具 不是啦 今天是要玩 學叫聲 我知道了 所以小朋友待會兒呢 就要學動物的叫聲 而且也要模仿那個動物的樣子 對不對啊 沒錯 小朋友 那先看一看你們認不認識 這些動物喔 嗯 狗 怎麼叫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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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都很厲害耶 而且小朋友印象中的狗 都會這樣子 哇 哇 那糖果姐姐來問喔 那看到貓咪的話 要怎麼辦呢 麻雀怎麼叫 標龍哥看到 三位女生都 捌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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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他們只會這樣 dados寵 所以也可以放在創筊 也沒關係 糖果姐姐再來問一题喔 那小鴨怎麼叫呢 掛 原來是這樣子 太好了 小朋友都練習完了 那現在我們就跟著節奏 一起來玩學叫聲 GO 蹲一蹲 我們來到了森林裡面 森林會有什麼動物呢 仔細地觀察喔 前面來了一個羊妹妹 咩 很好 哇 又一個小青蛙 呱呱呱 呱呱呱 在樹上爬的那個是蛇耶 嘶 嘶 嘶 你們看樹下 有一隻牛在乘涼耶 媽 地板上那個我看到了 是螞蟻 螞蟻 螞蟻 沒聲音很好 在石頭上面的有一隻狼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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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小朋友可以表現得更好的 又看到了一隻豬在吃東西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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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隻猩猩 盪來又盪過去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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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沒有其他表達的方式喔 再一次 又一隻猩猩盪過去了 嗚 母雞 母雞 有一隻小老鼠耶 我覺得堂堂可以表現得更好 又有一隻小老鼠耶 嗚 很好 好 我 油匹馬奔馳過去了 我看到一隻羊妹妹在樹下 聲音跟馬好像喔 有一隻老鼠 嗚 有狗狗 還有貓咪 還有老鼠 怎麼辦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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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只有狗的聲音啊 沒有老鼠的聲音 小朋友很棒 幫我自己掰掰手 嗚 那小朋友其實呢 可以跟爸爸媽媽一起在家裡面 就可以玩這個學叫聲的遊戲 也可以一起來認識動物的聲音喔 沒錯 而且不僅可以練習聽力 還可以練習你的反應力喔 那小朋友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們再來玩一次好不好 好 準備打開你的耳朵聽音樂 預備 開始 這一次會遇到什麼動物呢 好期待喔 我們來看一看喔 糖果姐姐又看到一隻貓了耶 貓咪怎麼叫 喵喵喵 動動眼睛 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喔 從早到晚都充滿火力 摸摸彎彎彎 一起動動腦 一起動動腦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聞哥哥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聞 今天 玉聞哥哥 還有玉聞 要來帶所有小朋友 一起來認識動物 一起來看看 他們分別有誰呢 第一張 他是誰啊 蜘蛛 是蜘蛛 再來看看第二張是誰 兔子 對 玉聞應該很喜歡兔子對不對 對 你為什麼喜歡兔子 因為我屬兔 原來是因為你屬兔就喜歡兔子 好 他是兔子 再來看看第三張圖片 鱷魚 你可以模仿一下鱷魚的動作嗎 所以他有一個很明顯的什麼 大嘴巴 沒錯 他有一個大嘴巴 所以他是鱷魚 再來看看第四張圖片 是誰呢 牠是青蛙 牠是青蛙 再來看看下一張圖片 馬 馬 再來看看下一張圖片 牠是誰 貓頭鷹 貓頭鷹 看完了上面六種不同的動物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 牠是誰啊 第一個 麻雀 麻雀隔壁的好朋友是誰 蝸牛 你可以發現牠的背上有什麼呢 貝殼 這個是為了保護牠 牠只要遇到危險的時候 牠就會縮進去 保護自己 所以牠是蝸牛 那蝸牛隔壁一樣是有殼的是誰 烏龜 有看過烏龜嗎 有 烏龜走路是很快 還是很慢 慢慢的走 沒錯 烏龜走路的時候都慢慢的 很可愛 好 那烏龜隔壁是誰呢 殘寶寶 玉文有養過殘寶寶嗎 沒有 可能有些小朋友有養過殘寶寶 他們很喜歡吃桑葉 但是一定要記得 桑葉上面的水分一定要擦乾之後 才可以給殘寶寶吃 不然牠們可能會吃壞肚子的 一文 我們再看看 殘寶寶隔壁的是誰呢 犀牛 那再看仔細一點 看到犀牛的前面有一個什麼 一個尖尖的腳 對 牠只要遇到 受到威脅的時候 牠就會用牠的腳去攻擊敵人 牠就是犀牛 那最後一張圖片是什麼動物呢 袋鼠 那我們再看仔細一點點 這隻袋鼠牠的袋子裡面有一個什麼 袋鼠的小baby 袋鼠的小baby 牠就是因為前面有個袋子 可以裝寶寶在裡面 所以牠叫做袋鼠 好 我們認識了這12種各種不同的動物了 現在就要來問問小朋友 還有玉文 這些動物裡面有哪一些動物 牠們前進的方式會用跳的 開始動一動腦囉 牠們前進的方式可能會用跳的 除了用走的之外也會用跳的 速度好快喔 正在看節目的小朋友也趕快跟著玉文一起動動腦 想一想 這些動物裡面哪一些是會用跳的方式前進呢 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剩下最後一張 這個可能有點難喔 想一想 想一想哪些是爬的 哪一些呢 四隻腳感覺就是在地上走的 這些我們可以把它刪掉 你不要看我 我不知道 好 哥哥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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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袋鼠 小朋友我們可以發現其實袋鼠呢 你看 牠的腿非常地有力 你看到這邊 牠腿很 牠的腳很長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呢 這樣可以讓牠怎麼樣 跳很高 跳得很高 跳得很遠 所以牠會用跳的方式前進 恭喜玉文答對了 乒乒乒乒 可愛的兔子 牠會用怎麼樣的方式前進 沒錯 也是用跳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仔細地觀察看看 兔子的前進方式 也是會用跳的 所以答對了 乒乒乒乒 再來看看最近數量 變得比較少的 在都市很難看到的青蛙 可以看到呢 牠其實已經很明顯了 牠的四隻腳呢 這張照片其實沒有很明顯 如果小朋友呢 回去可以仔細地上網或看一看 牠的側面來看呢 牠的後腿很長 為什麼會這麼長 就是因為可以讓牠 跳 跳到樹葉 對 講到正確的 關鍵的 牠可以跳到樹葉裡面 可以躲起來 或者是可以休息 所以青蛙也是會用跳的方式前進 玉文也答對了 再來看看最後一個 玉文想了比較久的 牠是誰 麻雀 因為麻雀呢 牠其實除了有這個很可愛的翅膀 牠會用飛的之外 小朋友們 可以仔細地觀察看看 可以在像是菜市場的外面看一看 可以發現 麻雀 牠前進的方式 牠如果在地面上的話 牠是會用跳的 所以恭喜玉文 這四題全部答對了 小朋友們 你每個英文一樣 全部都答對了嗎 我們今天 認識了哪一些動物 會用跳的方式前進 下一次再跟著檸檬哥哥 還有英文 一起動動腦 好 拜拜 拜拜 一起愛動物 大家好 我是糖果姐姐 大家好 我是冒冒 冒冒 還有小朋友 你們知道有一種動物 很喜歡吃 又很愛睡覺 是什麼動物呢 很喜歡吃 又很喜歡睡覺 是豬嗎 不是喔 牠不是豬 糖果姐姐再給你一個 小小的提示 牠跟豬比起來 腳上有樸 而且又善於游泳 善於游泳 不知道 答案就是水豚 那今天 就讓糖果姐姐來介紹水豚 給小朋友們認識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糖果姐姐 水豚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很會游泳的豬啊 也可以這麼說 牠愛吃又愛睡覺的特質 跟豬有點像 但水豚的眼睛是瞇瞇眼 而且耳朵很小 跟豬最大的不同 就是有腳樸 有腳樸 跟鴨子一樣嗎 難怪這麼會游泳 水豚前腳有四根腳趾頭 但後腳趾只有三根 非常特別 糖果姐姐 為什麼水豚那麼喜歡 泡在水裡 牠很怕熱嗎 不是不是 是因為牠們的皮膚容易均裂 所以要靠泡在水裡 讓皮膚保持濕潤的狀態 原來如此 這樣的習性跟愛泡水的河馬 很像耶 萌萌 那你知道要如何分辨 公水豚和母水豚 不曉得 從外表看得出來嗎 可以喔 我們可以從鼻梁來分辨 當鼻梁是平的 就是母的水豚 那鼻梁上面 有一塊黑黑種種的 那個就是公的水豚 喔 我明白了 下次看到水豚 我就會分辨了 糖果姐姐 水豚通常是生活在 什麼樣的環境呢 牠們生活在沼澤 或是紅樹林 還有濕潤的地方 因為牠們的皮膚很怕乾燥 所以一定會在有水的地方 而且水豚 是全世界最大的 鼠科類動物 跟老鼠很像 所以身材像豬 外觀有點像老鼠這樣咯 沒有錯 水豚牠也是 鎳齒類的哺乳動物 牠會利用上下個兩顆牙齒 來啃食牠的食物 那水豚會生病嗎 會 牠們還是會生病的 當你看到牠們的食慾下降 就是有可能身體出了狀況 那個時候要特別注意咯 那糖果姐姐 水豚平常都是吃些什麼東西呢 雖然牠們是雜食類的動物 但基本上還是以素為主 像蔬菜 水果等等 除此之外 牠們還要補充蛋白質 礦物質 這樣才會營養均衡 水豚是不是很愛乾淨啊 嗯 沒有錯 你看牠們的皮毛就知道了 紅褐色的毛相當的有光澤 而且牠們在水裡 就像泡SPA一樣 又像是在曬日光雨 是不是很享受呢 哇 看起來真的好享受喔 所以水豚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水裡 連交配也一定會在水中 夏天只會交配一次 而水豚的懷孕期 也會持續130到150天 母水豚一次還可以產下 一到八隻的小寶寶 聽起來好有趣喔 透過今天的介紹 小朋友還有貓貓 你們是不是都更了解了水豚了呢 了解了 太好了 那下次我們再來一起認識 更多不同的動物吧 今天玩得好開心 糖果姐姐問問小朋友 你們喜歡郊遊嗎 媽媽喜歡去郊遊 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 對啊 而且多多接觸大自然 也可以讓眼睛放鬆一下喔 小朋友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 郊遊去 好棒喔 我會自己走我們去郊遊 大手小手手牽手 今天最高興我們去郊遊 好棒喔 我會自己走我們去郊遊 好棒喔 我會自己走我們去郊遊 大手小手 大手小手手牽手 今天最高興我們去郊遊 大手小手手牽手 今天最高興我們去郊遊 我們去郊遊 我們去郊遊 今天都會去郊遊 我們去郊遊 我們去郊遊